好,下面也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在Urban Outfit非常一个random的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Eye Essential 7-Piece Brush Set 就是一个七个眼部的刷子一个套装 然后非常便宜,好像是12块加币左右吧 它这个牌子叫B.H. Cosmetics 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 但如果小伙伴们知道的话可以跟我补及一下 它就是一个里面囊括了所有基本上你要上眼妆的刷子 然后包装我觉得非常漂亮吧 就是那种很简洁的包装 刷子也是这种金黑色的匹配 就非常专业有没有 然后你要刷这种晕软刷呀 局部的针对的刷子啊 画眼线的刷子啦 斜角刷啦,它都已经囊括了 就是我今天画这个眼妆也是用的这个刷子 它的毛非常的软 所以几乎你画不了五笔的话 你的妆就已经晕开了 当然我用的是Huda Beauty了 所以它本来的粉质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 用它12块钱价格 这个质量非常好 然后你基本上出门鞋带的话 也可以戴这个非常轻便 你需要的眼部的彩妆的这些brushes 基本上都已经囊括了 如果你不是那种makeup geek 对刷子非常追求的话 我觉得这七款刷子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上妆之前的primer吧 我之前是听北美的youtuber叫jamie page推荐过 然后我买的也是一个小样的 因为我不确定这个是我喜欢的primer 是hellofab这个牌子 也是一个低端低价 可是效果非常实用感 说非常好 我用过它们之前的cream啊 cleanser啊 然后卸妆的那个棉片 使用感都非常好 那这个是叫coconut skin 它这个primer并不是说能够给你提亮啦 抚平啦 填充毛孔啦 但它这个primer是就是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保水的 跟moishers 能够做替代品的一个产品 那我觉得它好就好在它的香味 真的非常cold那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那个椰子味 可是它这是那种清香型的椰子味 有时候你让闻椰子味会有一种很buttery 很油的那种感觉 它它这个非常清香 然后上脸的感觉也就是非常滋润 所以说你如果只想只想上精油啊眼妆啊 你想跳过这个moisturizer这个部分 moisturizer这个部分 你就光使用这个hellofab的coconut skin就够了 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能够稍稍帮助你上底妆的那个感受吧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已经空评了一个防晒产品 这个叫做Peter Thomas Roth的spf30的防晒产品 我觉得很适合在冬天使用吧 因为冬天反正加拿大都是阴天为主 所以不会需要防晒系数很高的 这个防晒产品里面是有含维他命ACE的 所以是还是能帮助你能保湿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就是它是不会跟你的底妆做抵触的 上妆以后就有一种错过的一层 你之后再上那些foundation啊concealer就会浮起来 或者你一天过去以后就感觉那油水分离了 但这个不会它还是非常滋润的像就像类似于是个primate 但是里面有一点spf 然后之后之后上底妆你的妆感还是会非常好 下面也是一个空评的产品啊 我觉得大家最近讨论度非常少 可是应该也是一个之前一个比较明星的产品 是makeup forever的一个底妆 叫Ultra HD 我的色号是这个瓶子上没有写我的色号非常奇怪 但是这个产品呢就是我觉得非常适合日常妆 如果你不是那种追求脸很发亮水光肌啊 或者超级mat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自然基感的那种foundation 它的我记得它的shades也非常多 它的颜色是非常多 所以适合各个种族各个色系各个色系各个色号皮肤质地的人 不干也不油 所以就像我说的就像我所说 我觉得它是个名副其实的foundation 如果你想追求很mat的感觉 你之后可以上那个散粉就比较干的那种 如果你想是追求比较油光肌水光肌的感觉 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的那种亮粉的primer 或者你之后再上highlight就可以了 它的coverage属于七八成吧 就是如果你有那种非常淡的痘印或者是斑的话 能盖到七八成左右 然后很好叠 跟那个concealer非常好叠加 它也不会太干 上妆的持妆度也非常好 我基本上上班八九个小时会在外面吧 回来的时候只有鼻翼周围或者是唇周会掉一点点 它持妆度的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我最近的心爱 很多人应该知道雅诗兰黛有个double wear那个foundation嘛 然后它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叫double wear nude 它的那个遮瑕力应该是差不多的 可能稍稍微差一点 它多就多在里面水的成分 所以它叫water fresh makeup water fresh makeup 还是有spf的30的 有一点点的遮瑕力 大概我觉得应该能到七八成吧 可是它好就好像非常滋润 特别是现在冬天 我又说了无数多遍了 我的皮肤非常的偏干 特别是这一边啊 眼睛中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有没有这个问题 反正我眼睛中边经常会有break out 但是用这个呢 就感觉你上了一层moisturizer的感觉 非常奇怪 然后有点提醒 我会用这个使用感觉跟那个itcosmetate 那个CC霜非常的相近 但它这个更水一点 所以比如说你之前的保养工作做得非常好 它这个非常没有负担 然后还能稍稍提亮你的肤色 我今天上的就是这个 但我可能上了散粉 你看不出这个水光的感觉 但这个真的非常轻薄的舒服 如果你本身皮肤非常好的话 你想说做一个裸妆的感觉 你基本上也不用上concealer了 这个能较着你的肤色保湿防晒一体 my love 超爱这个 我的色号是desert beige desert beige 好像是第三色号浅的颜色吧 但是它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色号的选择 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它那个盖子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抱怨过了 它就是你得拧开 然后把它倒出来 有时候你倒多倒少就非常麻烦 就是很脏 然后我也不喜欢那个经常开盖子 跟氧气接触那个感觉 我听说很多人去这个Mac 或其他牌子买那个旋转的pump 如果你有好的建议 在哪里能够买pump的话 我很想知道 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太卫生的 除此之外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明星产品 接下来刚才说到脸上光泽的部分 那我最近入了一款 价格不菲 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一个highlighter 这个高光是迪奥的 我的颜色是001号 它好像还有那种偏粉 偏紫偏金的颜色 那它这个叫nude 就是比较裸色 跟一般的人的皮肤就比较接近 我觉得这个所有肤色的人 都其实都可以用 因为它基本上贴合到你肤色上 就看不出任何其他颜色 就是上了一层高光的感觉 那它这个粉质就是 非常细你知道吗 然后刷一下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来 但它就是那种贵妇的那种亮泽感 如果你用那种很细的刷子 轻轻的刷在脸上 或者用手指 我发现用手指上高光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就是会 就融在你那个上的那个blush 或者是bronzer里面 就会泛出一层淡淡的那种香槟色的光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 但它不是那种一条非常亮的那种感觉 就是非常贵妇级的一个 不是说价格吧 价格虽然说贵 但是它那个光是那种非常subtle 非常classic的光 所以我觉得在冬天 如果你觉得自己妆容非常的暗淡 无光 外面也没有什么阳光的情况下 选一个非常好的highlighter 我觉得能增加你整个人的气质 和那种能量感吧 所以非常推荐这个Dior的highlighter 而且这包装很好看有没有 你就放在你的小purse里面 一拿出来还可以补妆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这种虚荣满足了女孩子 这种虚荣心 反正超爱 最后三个产品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嘴巴上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反正最近80%见到我的人都要问 哇你嘴巴上这颜色好漂亮 男生也问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询问度非常高 如果你是在跟踪美妆的话 这个应该补妆是用了smashbot 这个叫out loud的颜色 我觉得你家红了一年半左右了吧 但是如果你去sephora 特别是VIP sale的那段时间 你是肯定买不到的 因为都是sold out 非常popular 那我最近去shoppers买 结果他们所有的色号都有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跑去sephora买这些产品 shoppers现在carry很多这种highend makeup 包括smashbot smashbot是highend的吗 我也不知道 但它这个颜色超多 大概我去的时候有15-20支摆在会台上 那让其他颜色全齐 所以你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我建议去shoppers买 然后这个颜色真的非常漂亮 是我使用过那种液体唇膏里面 不干没有太大负担的 但是我觉得液体唇膏 总的来讲相比来讲还是干了 所以你之前要做好这个全部的保养的动作 要不然你的死皮就会立竿见 这个颜色就是那种脏南瓜色有没有 反正就是特别秋冬很有气质的颜色 里面也是applicator是这样子的 尖尖细细非常好挂 它刚上嘴巴还是有点湿的 然后大概五秒之后就全干了 然后就没有任何负担 就感觉不出来你涂了任何什么东西 那涂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它干的很快嘛 所以如果你涂出脚了 你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小脚脚 就是涂的时候还是要仔细一点 这个最近超爱的唇膏 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也是在淘宝上买的一个首饰盒 非常有中国特色的首饰盒 上面有两只小燕子有没有 然后是那种这个叫什么质地啊 就是毛毛绒绒的一个感觉 挺重的 但是我觉得质量非常好 它还佩戴了一个那种小钥匙 就特别古典中国女人那种情节 我没打算锁它了 反正你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盖打开 然后它这边就可以有一个帮带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盒子往后翻这样 我里面现在没有整理好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部分 它是可以定这个你的耳钉的 如果你有长长后面一根针的话 就可以固定在这里 然后这边有风格 你可以放那种耳垂啦 耳坠啦 我这里面就是放那种比较困难 能够盯住的那种耳钉 或者是手镯啦 项链啦 各种有的没的 它这边有大小 长方形 正方形 各种风格 然后这边呢 我就是放 主要是放我的项链 但是如果有一些耳坠的话 也是可以挂在这里 然后它这个有一个小扣子 你可以把它搬上去 搬下来来固定的耳式 我觉得容量来讲还不错吧 如果你是有很中安 那种小的耳钉的话 像我 这里面就可以容纳很多 然后如果是你有那种奇怪怪 比如说像这种耳坠 就很怪的形状的话 可能就不太好收纳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 特别适合放在家里面 像一个装饰品一样 因为它很中国古典 我就放在一个 我们家一个非常vintage的 一个衣柜上面 就感觉像装饰品 所以如果你好奇的话 我也会把淘宝那个店的link 放在我的info box里面 最后再跟他说一下 我这件衣服吧 也是在淘宝买的 然后非常便宜啦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可能应该也没有什么牌子 Oh my god My lipstick 我要跟大家说这件衣服 但是我把这个 刚才swash的口红 粘在我的毛衣上了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吧 这个毛衣就是这种 中低领的圆领的毛衣 然后下面就是有一种 小猩猩的感觉 有没有 跟它站起来 小猩猩的感觉 然后是专门正好看 在腰部上的 如果说你有穿那种牛仔裤的话 可以正好跟牛仔裤 既皮带的地方连在一起 然后能特别 衬托腰身吧 它有一点一点的cuff在里面 然后像那种 上宽下窄的那种感觉 袖子也是那种off shoulder 我就特别喜欢off shoulder 能把你整个人显瘦 然后你如果稍微有点凶的话 它这边的位置也是留得非常好的 然后就很喜欢那种脏脏的淡淡的那种 像玉奶的那种紫色 你懂吗 然后特别适合秋冬 然后也一点都不扎身子里面 没有穿任何衣服 就非常的舒服和柔软 然后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牛仔裤也是新的 是Levis牛仔裤 这个Levis牛仔裤是712的 穿的非常的舒适 有大概三成的弹性吧 我买的是slim的 所以不是那种超级包的那种 细管的牛仔裤 就是特别适合搭配任何衣服 你知道吗 特别是这种淡蓝色的衣服 你随便穿上面穿什么 这个都是能体现你这个非常修身 但又很随性很舒适那种感觉 很casual 然后我觉得Levis Saga 就是牛仔裤界的Apple store吧 所以你需要找你自己非常合适牛仔裤的话 我非常推荐李百叉 你在里面一定能喜欢 找到你非常classic的颜色 和适合你的尺寸 可能牙齿人有一点点 不太有优势的地方就是 特别是我吧 我不是很高 所以很多腰很合 腿很合的那种尺寸 到我的腿上就会有点偏长 所以你可能需要找那个Taylor 帮你剪一下 还是修一下 还是怎么样 或者我直接揽就把它卷在裤脚上 那今天这样 就是我所有想跟大家推荐 我最近喜爱的小物 希望大家能喜欢上这一类的视频 我发现我平时是挺能说的人 但是一要形容某种产品的话 会出现雌穷那个状态 所以我要更加的提高 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 希望大家能多给我意见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 然后也可以 hit subscribe button 如果我有出新的视频的话 你就不会漏掉了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Bye Bye